最新消息要带您关注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将满周年之际 俄国总统普丁21号在莫斯科商战展览中心 向联邦议会发表国情资文 亲自撰写演讲稿的普丁在演说当中表示 此刻是俄罗斯最艰困的时刻发表国情资文 并且以特别行动来讲述入侵乌克兰的举动 他认为俄国正面临纳粹以及乌克兰政府的仇恨和威胁 而乌克兰人正等待俄罗斯援助 普丁声称俄罗斯正试图以和平手段解决顿巴斯地区的冲突 但话风一转 普丁认为战争的责任在西方 并且认为乌克兰正试图要集结生物跟核武器 普丁大呛是他们挑起战争 而俄国正用武力要制止 而在战场上不可能战胜俄罗斯 面对普丁的尖锐言论 许多乌克兰人民把他当成耳边风 表示无所谓 丝毫不在乎 就在乌俄战争即将满意中年的前夕 美国总统拜登20号突然造访基辅 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拜登的这一趟访问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意外 因为拜登的公开行程当中 只列出要去造访波兰 没想到却现身在乌克兰 拜登则是大酸恶国 所发起的战争正面临溃败 并且也宣布将提供5亿美元军援乌克兰 美国总统拜登来了 当地时间20日早上8点 拜登以乌克兰首都基辅 两国领袖握手寒暄 微笑合照 在战火中展现深厚的情谊 我非常感谢 拜登的总统拜登 美国社会 从最开始的这种 执事 从最开始的战争 从最初的战争 从最初的战争 我们一起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满一年 风火迟迟没有消散 过去曾八度访问乌克兰的拜登 可能头一次遇到这个状况 前往著名的圣米迦勒 金鼎收到院 没想到巨大的空袭警报狂想 镜头拉近一点再仔细看 西装鼻挺的拜登与泽伦斯基 就在警报声中并肩同行 行程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两人随后也召开记者会 拜登将炮口对转俄罗斯 大酸普丁所发起的战争 正面临溃败 并且宣布要扩大军援乌克兰 拜登要掏出五亿美元 相当于153亿台币 军援乌克兰 内容包括提供更多弹药 给海马士多管火箭 更多标枪反战车飞弹等等 展现力挺到底的决心 对此多数乌克兰民众充满感谢 别说乌克兰人很意外 连美国人都不知道 拜登会现身乌克兰 因为拜登的公开行程 只列出要访问波兰 没想到竟然现身基辅 这突如其来的安排 俄罗斯会如何回应 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是否会加大力道 普丁2月21日的国情资文 渐分小 环允新闻的幕间 送报导 好 美国总统拜登 无预警现身乌克兰首都基辅 这也是有史以来 首次由美国总统亲自到访 没有美军驻扎的战区 对美武两国来说 都是意大利成碑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导 白宫为了保护总统的安全 这趟旅程事前是保密到家 所以才会让全球的媒体 都措手不及 不过拜登早在出访之前 就先知毁了俄罗斯 就是要避免引发 任何的误会或冲突 带着乌克兰国企颜色的条纹领带 与乌国总统泽伦斯基 攀谈战争局势 美国总统拜登 当地时间20日 突起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 创下战争以来 一大历史性里程碑 其实拜登并不是第一个 到访战区的美国总统 前总统布希 欧巴马都曾经秘密前往 伊拉克阿富汗访问 不过拜登此行 却是有时以来首次 美国总统到访 没有美军驻扎的战区 所以这趟旅程 事前极度保密 就是怕走漏风声 危及总统基命安全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为了不让外界怀疑 拜登是否会在这趟东欧行 旋风访问乌克兰 白宫当地时间18日晚间 还放烟幕弹 预告拜登19日早上 在华府有行程 但其实当天凌晨 拜登早已搭上空军一号 飞越大半个地球 先降落波兰 再改搭10个小时的长途火车 直达基辅 尽管车臣对高龄80岁的拜登来说 相当辛苦 但他一到基辅 依然身材奕奕 跟拜登同行的 除了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和几位白宫幕僚之外 只有少数几位记者 获准随行采访 他们行前手机全被没收 还必须发誓全程保密 直到拜登抵达乌克兰 才能发布新闻稿 俗意行的苏利文向媒体透露 拜登此趟访问花费好几个月的精心策划 涉及白宫 国安会 国防部 特勤局 还有情报单位等部门 当中也只有极少数官员参与讨论 虽然白宫幕僚曾因为安全问题 多次劝阻拜登访屋 但拜登却坚持要在乌俄战争满周年前夕 亲自到访 展现美国对乌国人民的权利支持 而为了降低冲突的可能性 美方在拜登触发前几小时 已经事先知会俄国 短短五小时的历史性访屋结束后 拜登已经搭乘火车到波兰南部城镇 普舍米斯在转搭空军1号 抵达首都华沙 环宇新闻谢中越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王毅正在莫斯科访问 凸显了俄中两国的好交情 西方国家掌握的情报 更显示中国是正在考虑要提供 给俄罗斯致命的武器 对乌克兰作战 乌国总统泽伦斯基则表示 要是中国这么做将会引爆 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对此中国外交部则是回应 他警告华府不要对北京发号施令 还宣称中国向来是扮演着 促权乌尔和平的角色 不过呢西方跟俄中两国对立加剧 已经让很多的专家担心 国际社会是否会成为冷战对抗局势 中国发动军事挑衅 骚扰邻国最近还传出 可能援助俄罗斯致命武器 危害的不再只是印太和平 而是全球安全 就连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都在当地时间20日警告 要是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 可能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早在前几天 慕尼黑安全会议落幕之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欧盟外交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波瑞尔都连忙警告 中国援助俄罗斯青乌 就是跨越红线 面对接连而来的指控 中国外交部一怒之下 立刻反击美欧国家的 中国原俄武器一说 像战场永远不断提供武器的是 美方而不是中方 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发号施令 我们也从不接受美国对中俄关系 指手画脚 甚至斜迫施压 直言美方没有资格对中国发号施令 显现美中外交摩擦已经白热化 紧接着中国外交部还声称 中国努力促成无恶和谈 发挥巨大效用 此外也有俄罗斯官媒跟进报导 20日正在俄罗斯访问的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此行目的就是要与俄国政府讨论 乌俄战争可能的和平计划 中方希望同各方一道 继续致力于和平努力 争取早日实现和平 西方与俄中阵营 剑拔弩张 已经成了国际社会当今 最重大安全忧虑 更让各国担忧这种对峙形态 会不会演变成新冷战 纽约时报引述专家分析 上世纪将持数十年的冷战期间 美苏两巨头在全球各地 倾注军事资源 在朝鲜半岛 越南 阿富汗 大打血腥的代理人战争 中国也不识参一角 如今 北京如果真的提供俄国致命性武器 对乌克兰作战 也代表俄中将再拉起新铁幕 与世隔绝 重回冷战对抗局面 环宇新闻谢仲岳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突然造访基辅 引发外界很多的讨论跟猜测 那么中国方面又有什么样的 布局跟盘算呢 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 抵达俄罗斯展开访问 并且与克里姆林宫商讨 乌克兰危机 而更受到外界关注的是 24号本周五 乌俄战争要满周年 预料当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会对外发表和平演说 主要内容谈论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中国立场 而就在王毅欧洲行的同时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也正在跟多国的外交部长 开会讨论 积极要布局 中国全球影响力 企图在外交上面突围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仍已抵达莫斯科 与克里姆林宫商讨乌俄战事 科工也不排除王毅与普丁会面的可能性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方针 而在24日 乌俄战争满周年之际 预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和平演说 目前无从得知具体内容将会是什么 但有看法认为 以中国和俄罗斯的交情 相信习近平不会谴责俄罗斯 最多就是画出 不能升级成核战争的红线 对促进俄乌和平谈判 效力有限 王毅除了前往俄罗斯 这趟访欧行程 接连两日与匈牙利总理 和匈牙利外交部长西亚尔多会面 双方就无二战事交换意见 王毅与匈牙利外长谈话时也称 中国与匈牙利等爱好和平的国家 一同为早日停火与持久和平努力 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应该 四个共同 三点思考 为缓和局势 化解危机 发挥了负责任 建设性作用 另一方面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20日与英国外交发展大臣 柯维利互通电话 秦刚强调 中国并非英国的挑战和威胁 希望英方理性看待中国发展 同时间秦刚也在北京会见 新加坡外长维文 秦刚表示 新加坡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 双方高度重视两国关系 双方也表示 将筹备下阶段高层往来 充分发挥双边合作机制 近来中国外交官员频频走访外国 展现出积极与各国合作的友好态度 似乎也凸显出在乌尔战中立场尴尬 与制造印太区域紧张的中国 只能花更多力气突破外交困境 关于新闻张远俊综合报道 巴西东南部的圣保罗州下起暴雨造成洪水和土石流 房屋遭到掩埋 现在也传出至少36人死亡 40人失踪 抢救行动正在进行当中 许多沿海城市也已经进入公共灾难状态 豪雨沉灾船只是闲置的 运驾跟着大跌 现在船公司也开始减速航行 要降低油量的消耗 以压低亏损 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 周末才刚遭受暴雨袭击 当局表示暴雨造成的洪焕和山崩 已经导致36人丧命 圣保罗州民方首长白瑞拉向媒体表示 恐怕还会有更多罹难者 巴西好雨酿灾 气象专家更警告 巴西面临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 巴西联邦政府稍早也宣布 几座城市进入为期180天的灾难状态 受到恶劣天气影响 当地有部分海家新船 采取闲置措施 因为市场运价已低至2000多美元 有船公司估算一天少用10吨油 以目前低流油油价 一天可省下约6300美元 有助压低亏损 另外虽然剥落地海综合指数 截至7年来新低 但是国内外散装航运股股价 今月来大都是上涨 主要是船货双方看好后事 期货价第二季就可见拉高 另外业界也预期 今年巴西股物丰收 3月初开始外销 中小时散装船运价 估计会明显回升 巴西的矿场届时 也会恢复正常生产 海家新船需求和运价都将回升 环宇新闻张元骏综合报道 接下来要认识 台湾的游艇设计 也是举世闻名 身为世界第四大的游艇王国 台湾有两家游艇厂商 在全新的排名当中 也挤进全球前十大 豪华游艇品牌 今年当然台湾厂商 不会缺席 例如东哥游艇 特别在会场上展出一艘 造价5亿台币的豪华游艇 秀出台湾的游艇制造工艺 以及设计 另外还有嘉信游艇 亚港游艇和龙奎 奎龙游艇都在展场上亮相 主要是抢攻美国东岸的富豪市场 打开橱柜一一介绍功能 这是2023年最新流行 豪华游艇必备的beach club休闲空间 东哥游艇以Ocean Alexander 打响在美国东岸的名号 今年也没有缺席 在迈阿密举办的国际游艇展 带着一艘售价新台币无意起跳的游艇参加 为了支持国内游艇业者 我国驻迈阿密办事处 这次也派员参展 到场力挺台湾厂商 希望借着迈阿密当地蓬勃的经济发展 帮助台湾游艇业发扬光大 迈阿密最近的经济发展非常的成功 那你看到整个经济发展 失业率也低 那有很多从美国北方来下来的人 都定居在这里 也成为一个聚落的一个企业发展中心 我也相信我们高档的游艇业者 来到这里被找到非常多的商机 仔细观赏参展游艇内部 不管是在木板材料的选用 或是室内搭配的意大利品牌家具 还有东线两旁大面的落地窗 再再都展现台湾的极致工艺 2023年迈阿密游艇展 台湾除了东哥游艇以外 其他包括加信和雅港游艇公司 也都参与 过去只做帆船的奎龙游艇 今年也加入动力游艇的战局 去年开始全球爆发供应链短缺 国际游艇业者也难逃一劫 随着疫情过后大环境趋于稳定 麦阿密游艇展也逐步恢复以往热度 今年有10万个厂商 超过上千艘游艇到场展示 现场也可以看到官船的人潮不少 参展的厂商们只希望游艇买气 能像天气一样火热 华语新闻综合报导 鸿海集团创办燃郭台铭 争取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 这机会恐怕越来越渺茫了吗 最新民调显示 郭台铭民调大幅下滑 支持度也落后 新北市长侯友宜11.4% 郭台铭也在脸书发文了 针对缺淡问题开骂 痛批蔡政府不要只会解释问题 而是要解决问题 大动作开轰 也被解读 是在抢救支持度 鸿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在脸书po文 针对蛋黄问题开骂了 大酸蔡政府圣诞快乐 更痛批台湾人民需要的 不是解释问题 而是解决问题的政府 郭台铭脸书po文 大动作打蛋 苦民所苦 关心台湾人民痛批蔡政府 而这难道也是为了 2024的总统大选铺路吗 蛋黄问题引发各界关注 郭台铭发文打蛋 就像之前购买BNT疫苗 苦民所苦倾听人民的心声 其实他都时时刻刻 都惦记着台湾人民的福祉 他应该是想要让自己 在2024的声量上有所表现 可是整个蛋的危机 不在于只有他自己 写了一些名人语录 郭台铭主动出击 百民不想坐等 国民党的办法出炉 因为最新民调 谁能代表国民党 侯友宜有33.6%的支持度 而郭台铭只有22.2% 大叔侯友宜11.4个百分点 民调各家做出来的都不一样 所以说民调还是仅供您参考 我们蓝铭这个最强的母鸡 还是我们的侯市长 就算跟郭台铭友好的议员 也承认侯友宜才是蓝铭最强母鸡 蓝铭内部也认为 郭台铭要选总统有三大问题 第一点蓝铭内部支持者不足 第二外部检验不足 像是中国企业等问题 都还没有解决 至于第三点就是政治经验不足 容易做出错误判断 国民党要思考的是 真的不需要郭台铭吗 郭台铭的问题又要变成2020 当时跟韩国瑜的问过程 我觉得郭台铭的问题 会在2024再发酵一次 郭台铭出手猛批缺弹危机 争取民众认同 抢救民调危机 不过想要取代侯友宜 成为蓝铭最强母鸡 几率恐怕越来越渺茫 欢迎新闻郭斯文王一德 新北台北采访报道 2024蓝绿白三阵营 已经在布局了 虽然人选都还没有正式底定 不过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 21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新北市长侯友宜 是以32%的支持度 领先民进党赖清德 还有民众党科文哲 俨然成为蓝铭新共主 而国民党内部挺喉声浪 也越来越热了 不管走到哪都是热情的支持者 新北市长侯友宜 一早到板桥深秋福德宫参拜 民众不断大喊选总统 南侯市长 RCPI 我们的总统丢 劝进声浪一波接着一波 自从农历年后 侯友宜的行程 从过去的市政行程为主 改为增加许多拜庙行程 恐怕就是要为2024试水温 现在是新北市长 尤其在北台湾的机遇助理上 新北市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被问到2024侯友宜就是不松口 但是民调确实不断上扬 根据台湾民营基金会 21号最新民调 2024蓝绿白三角都局面下 侯友宜以32%的支持度 晓福领先赖清德的28% 以及柯文哲的20% 如果剩下蓝绿对决 侯友宜以47.4% 大胜赖清德的32.7% 不过新台湾国策制库 蓝绿白2024民调 赖清德以39.7% 胜过侯友宜的30.5% 以及柯文哲的20.4% 同日民调赖侯各有胜负 不过侯友宜已经成为蓝营最强人选 究竟谁才是国民党2024的总统人选 外界都在关心 侯友宜会不会出战 而且现在党内更出现挺喉声浪 其实我听到是不少是要挺喉的 但是他们自己不开口的时候 我是不适合为他们发声 后宜市长的确在国民党内 所有的呼声人选当中 的确是最强的母鸡 只要国民党上下团结 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都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就算侯友宜不表态 不过国民党上下力挺侯友宜 的确是越来越一致 毕竟数字会说话 侯友宜出战2024 几率跟胜率都越来越高 再回来关注党政焦点 国民党内掀起世代交替声浪 不少双北市议员都想转战立委 挑战现任 传出党中央为了保住议会席次 可能会祭出大局条款 但如果真的如此 无法参选立委的台北市议员 许巧新就被问到 要不要干脆退党算了 他今天是数度哽咽 说真的不想 至于不受条款影响的罗志强 也表达声援 更说这条款真的有点不公平 我留了应该要拿自己的面纸 这样子比较有制度的效果 边哭还不忘拿自己的卫生纸开玩笑 台北市议员许巧新的立委之路 充满坎坷 已经在节目上哽咽 说不想退党的许巧新 再次重申 不想改变自己 我觉得很多人 他会希望我变成另外一个人 可是当我真的变成那样子的时候 其他人也都不喜欢我了不是吗 许巧新二度泪洒镜头前 就是因为明年立委选举 国民党多位议员想挑战 就怕议会席次不保 才会传出国民党 有意寄出大局条款 优先提名现任立委 或没公职的候选人 没有所谓大局条款 你看我是国民党立委员党团的总招 也是党中央的政策会执行长 我连听都没听过 我觉得如果大局条款 我觉得可能对他们并不公平 那当然我自己是认为说 其实选举最重要是公平 那到底议员该不该选立委 其实决断的还是民众 交给民众选择就好了 党中央否认有大局条款 而不受影响的罗志强 也声援潜在对手 不过正是因为自己不是议员 可以先进立院实习 还没选上立委 先到国会来实习个一年 到立委高金素媒办公室 担任义务选服主任 抢先在大安区拼曝光 不过最后该怎么提名 才是真的顾全大局 党中央一个头两个大 华民新闻杨格黄命成台北报导 民进党内的总统提名时程 传出在22号的中常会上 就会正式拍板定案了 预计3月份就会启动 5 6月就可以完成提名 但是赖清德早就是 党内上下公认的唯一人选 为什么要急着确认提名呢 外界就研判了 可能就跟陈宗燕性招待 疑云爆发 让赖清德阵营赶到危机 因此提早确定提名时程 要扫除总统路上 可能碰到的障碍 20号出席 第二三届国家建筑金奖 赖清德大谈2050近临转型 元首格局展现对 2024的企图心 同时也传出身兼党主席的他 打算3月就启动 党内总统提名程序 可能会有不同派系 藉由陈宗燕案 希望能够去对赖清德 产生相当程度的制衡力道 赖清德打算把整个提名 时程往前挪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认为他是希望能够 做一定程度的风险管控 学者分析子弟斌陈宗燕的丑闻爆发以后 让赖清德感受到危机 就怕夜长梦多 因此民进党22号将召开中常会 讨论2024总统立委提名其成 若顺利通过 预计3月启动相关工作 预计会到5月底6月 就可以确定总统跟区立委提名人选 虽然时程跟2020年差不多 但是目前赖清德没有挑战者 早日确定提名 也让赖清德提早进入选战模式 我们一系里面的 如果真的有要陈建仁出来称 我们一定会收到相同 相关的讯息 而且要全力以赴 那以照目前来讲 我们根本没有接收到任何讯息 我们要拜托人家 我们监管来支持 多千元川总统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表态挺赖 新系跟苏系再度合作 加上隔魁陈建仁也称赞 赖清德是优秀又适合的人选 陈宗彦弊案成为催化季 提早确认赖清德参选2024 要比对手赢在气泡点 环宇新闻 张宽宣扬指玉台北报导 再来要带您关注 陆军推出的实战化射级训练 今年全面实施 不过类似的训练 其实早在十年前 就有民间的军事爱好者 引进训练设备比国军领先许多 但专家也认为 国军现在才做不会太晚 只要有进步就是好事 而退役的美军士官 也称赞国军的改革 对提升战力有极大的帮助 国军的实战化射级有三种姿势 而且都是用这个九栋板来进行搭板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九栋板 其实可以用其他的姿势来射级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役士官 李蒙示范如何靠九栋板 演练不同的射击姿势 灵活的身手更能应用在 险峻的战场上 用的九栋板是非常用适的 因为它从站起位置 站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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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在十年前就引进这套训练方式 并且开放民众报名体验 陆军则是在去年才开始研究实战化射击 今年全面实施 非常棒的一个进步 只要有愿意往前走这一步 我觉得它对于实战化的 我们以前的诟病 都已经会改变很多 因战场形态改变 国军与时俱进 目前陆军推出的实战化射击 用卧柜 力 三种姿势 各打12发子弹 左把要命中6发 中把4发 右把4发 并且在105秒以内完成 才算合格 这样已经算一个基础 应该算是稳扎稳打了 但是我相信未来应该会 一直在进步下去 其实它的训练复合度 其实会一直增强 陆军打靶的六发装子 在已成过去世 但在涉及训练改革 适合作战需求的同时 也必须培训更多专业教官 甚至吸收国外经验 才能让这项变革 真正增强国军战力 华语新闻 宋据李鼎强 新北市采访报道 最新消息 6000元红包终于要到手了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 攸关普发6000元现金的 特别条例草案 行政院长陈建仁视察台南的时候 第一时间得知消息 就强调一定会在周四 23号把预算送到立法院 让民众在最快时间内 可以领到6000元的现金 而依据时程推算 4月就能够领到手 民众到时候可以透过ATM领取 也能够线上来申请 直接入账 或是亲自到邮局零贵申请 前一刻蓝营议场内 举牌抗议要求普发1万 下一刻朝野表决大战 有了结果 立法院普发现金条例草案 三读通过 特别预算的规划方向 从普发现金到 易住劳工保险 减轻住宅负担 十大项目在野党有高度共识 初步规划着6000块 可以透过三种方式领取 一个是线上申请输入健保卡 以及金融账户就能直接入账 第二则是全台ATM领取钞票 最后则是本人亲自到邮局零贵申请 接下来在3月6号的这一周 委员会就可以开始进行审查 在4月10号是最快 可以进入到院会去处理特别预算 那我相信行政院在发放现金的这些程序上面 他们应该都准备好了 所以如果我们用最快的速度 那我们相信4月的时候 那这个普发现金6000元的时候 就可以才实施 今天三度通过 那我们一定会在礼拜四 就把预算就送到立法院 让大家在最快的时间里面 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6000块钱的现金 南部跑行程得知闯关成功好消息 陈建元嘴角向阳 而且为了经济成果全民共享 附带决议中还提到 现金领取的年龄放宽到失行截止日 也就是说2025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新生儿 通通领得到 环宇新闻陈炎卫张桓生张伯伟杨纸玉 台北台南采访报导 瞄准普发6000商机 业者抢先推好康 像是有餐饮集团祭出了6000送8000加菜金优惠 金额比政府的6000块钱还要多 至于五星饭店也结合同集团的度假酒店 主打不用出国就近畅玩 买一碗送一碗一次碗两个城市 炙热火苗熊熊燃烧 富裕丝滑白来的鸭胸淋上红酒特条酱汁 成功掳获掏客味蕾 掀开锅盖蒸汽窜出 巴长大的龙虾鲜甜软Q 全民普发6000条例三读通过 这6000块你会怎么花 6000没有多少钱啊就看着办啊 买菜啊或干嘛的啊 好像是多的钱 所以就先存起来 6000元大红包最快四月到手 让民众嘴角笑意藏也藏不住 镜头一转来到桃园 南洋巴厘岛峰户外景观泳池 独栋Villa宛若置身度假天堂 占地16000坪的威斯汀度假酒店 也搭上普发6000商机 和通集团的台北望好酒店联手 两边各住一晚二伯二十 一万2000元 算下来一人刚好6000元 那都会行的饭店和度假行的饭店联合 一起推出每个人平均只要6000块 的这个联合住房专案 过完年后的这个6000元红包 人人都有涨 各行各业早就已经磨刀霍霍 寄出各种超杀优惠 准备抢攻民众荷包 王平集团率先加码8000元大礼包 即日起到3月底以前用餐 就可以享有法国生蚝 波士顿龙虾干贝等 总价值高达8000元的赠菜券 台北六福万一酒店也开出了饭店第一枪 推出6000元住套房 跟加6元连住第二晚 两大超优惠住房专案 相当于下杀两折 另外一才通路龙头信一也表态了 只要民众储值6000元以上 就可以获得1万2000元储值金 把红包放大两倍 主要是因为想要抢先政府 来发放这个现金 用餐超过1500元 能够免费兑换龙虾的一个优惠 从餐饮业到饭店业 各个摩拳擦 这样加快脚步 抢攻着普发6000商机 怀疑新闻陈明夜 在装品达张亚珠台北桃圆报道 而近年来打炒房政策 加上地缘政治效应 让单价200万元以上的豪宅市场 呈现了价量据缩的格局 不只如此 现在预售市场也出现房价逗退路的状况 像是台中南区的预售建案 原本开出五字头的价位 没想到现在打出了三字头的破盘价 不过专家也分析在暗量大的重划区 很可能有低价广告户的行销手法 抖大看吧 每瓶单价38.8万起 就在台中市南区 三字头房价打出限量限时 掀起讨论 还是会去看它的品质 我觉得如果是38.8万的话 四楼我也是可以接受 不太可能用这个价 我觉得只是个噱头 因为毕竟建商很爱 其实台中市南区预售市场 去年才冲上五字头 过了一个年出现三字头 果然价格便宜就是话题 事实上当地的代销业者 也私下透露破盘地板架 预售屋 城屋 房价 倒挂情形 大都是建商的广告户 因为看看实价登陆网站 平均单价还是落在四字头 倒是这波打炒房 加上地缘政治效应 让豪宅也跟着大降温 去年成交单价 在200万元以上的豪宅 交易总共33笔 与2021年的58笔相比 大幅减少了43.1% 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 以及央行接连升息 再加上市场上面 不断有打炒房的风声 加上这几年陆续推出的新豪宅 也比较少 建商转向 瞄准自助买盘 不再强劲豪宅市场 量体减少 价格也跟着走下坡 但是对于小老百姓来说 降价要有感才是关键 欢迎新闻红市乘客贯成 邱子凌台中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